大家好 我是铁峰 欢迎收看本期健康朋友圈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 想说说我们身体当中 最重要的这个骨鸽 重要的同时 也是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说到了铁峰哥这个年龄 特别容易出现什么腰酸啊 背痛啊 腿抽筋啊等等 对 铁峰哥现在这个年纪 发现这个驼背了没有 你看我都坐不直了 是不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 你们俩被得益 我跟你们说 女性每五个人当中 就可能有一个人发生过骨折 当然 它不只是女性 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 发生骨折的概率都特别高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 一个特殊的病例 咱们先看看 在医院的骨科病房中 我们见到了一位 特殊的骨折患者 这种给生活造成 极大痛苦的骨折 甚至可以危及生命 爬高上那个高处拿东西 然后下来的时候呢 没下好骨折 然而就在询问病史后 病人的情况里我们大吃一惊 十年之内 病人经历了先后五次骨折 患者于09年 幼族植骨骨折 15年发生了撞击后肋骨骨折 16年出现同一年 先后两次右腕关节骨折 但患者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这一次 发生了最为严重的 宽关节骨折 无独有偶 在医院的病房中 受到反复骨折磨的病人 屡见不鲜 他们的骨头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十年之间 居然发生了五次骨折 而且是宽关节骨折 我好像听说过 这个宽关节骨折 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 因为它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很高 这么高的骨折频率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身上 本来是最坚硬的骨骼 竟然变得如此脆弱呢 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 辽宽省金秋医院特诊医病区 主任医师 医学硕士杨平老师 您好 您好 组织人好 阿志小鱼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辽宽省金秋医院 综合老年医学科的杨平医生 本期特邀嘉宾杨平 梁宽省金秋医院 特诊医病房主任 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 老年医学峰会 流行病学组委员 中国老年学学会 老年医学委员会 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欢迎杨平老师 杨老师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人体这骨骼 它怎么就变得这么脆弱呢 这就是一种疾病 叫骨脂疏松 骨脂疏松是身体 一个骨代性的一个疾病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出现了一个 骨量的减少 骨质结构的改变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两个简单的小道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正常的骨组织 这个比较稀疏的 甚至由魏小梁破坏的 这是骨脂疏松的一个特点 它俩结构就不一样了 其实您要表现的意思 我明白 就这是一根骨头 这边有很多孔洞 而这边就相对叫致密一些 那么孔洞多的 就是骨质疏松 发生的部位 然后它的骨骼的强度 就会下降 我们也不能真拿一根骨头 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但这个意思是对的 是不是 骨质疏松之后的骨头 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讲 这骨头你也吃吗 出这意思